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楚国来说的话 他要保存护肢战之仇 血恨 晋国也不愿意把霸主的地位的狗手相让 所以双方之间不加核心利益的这种冲突 那必然导致最后的前面摊盘 战略决战 那这就是护肢战的爆发 那么护肢战的爆发 跟郑国这就有关系 我们说了 中原争霸当中 郑国取一个关键的位置 主要的战场大部分都在郑国战盘 所以呢 郑国他要称霸中原 他要控制的是郑国 楚国要北上 最后进而振发中原 同样也要制服郑国 郑国这种中小型国家 架在两个大国之间 这个地位是很尴尬的 他只能是两者之间 谁强就异负谁 他说了 靖国和楚国都是不将诚信的国家 我们家在中间不好办 他们不将诚信 我们也不能将诚信 那么谁强了 我们就异负谁 这个是中小国家在外交上的 逼迫的一种选择 孟子曾经讲过 大是小一人 就大国对小国的话 要包容 宽容 不要静静地教 自助比较 小国是大国 小是大 这智 智慧的智 从中左右逢源 上下起手 为自己国家赢得最大的利益 那么郑国开车的时候 是依附于靖国 后来楚国强大了 又倒向楚国 又因为靖国的压力 又投靠到了靖国这边 楚张王认为 郑国这样做不行 所以他要加以教训 真正把郑国打败了 让他死兴塌地的 倒向自己最坚 所以在公元前597年 楚张王设定楚军的主义 北上向郑国发动进攻 这一战 实际上 没有什么大打 实际上 楚国的大军过去以后 郑国是没办法抵挡的 他只能依靠自己的都城 后世的城墙进抵抗 楚国这个时候就是围而不公 整整地包围了几个月以后 郑湘公这也坚持不下去 向靖国求救 靖国也没几次从兵力来救他 那在万般无奈之下 郑湘公表示向楚国投降 他光着生子牵着羊 向楚张王投降 楚张王为了表示对他的宽容 主动退兵三十里 然后跟郑国签订了城下之力 郑国表示以后就听从楚国的命令 郑湘公也把他自己的弟弟子粮 送到了楚国当人址 郑国我们说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靖国是不甘心让郑国完全到相楚国的 所以他们决定最后讨论结果 还是要去研究 但是大家想想 这时候的研究就太晚了 因为郑国已经投降了 郑国最不要求你靖国是元首了 所以你这一去的话 从道义上你并不占什么道理 道义上你不占礼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靖国已经失去了先机 但是还是触动 还继续前进 还是承认郑国投降楚国这个事实 退兵回去 靖军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大部分的将领都主张在目前的情况下 不适合跟楚国开战 旧正已经晚了 这一次我们只好自认倒霉 早点回去 可是当时靖国有个将领叫仙胡 他的地位不高 但是个性很高 他说不行 我们靖国之所以能够称霸诸侯 能霸中原 我们考的就是那种 大家军民团结 不怕牺牲 勇敢作战的一种精神 现在正国中我们手中丢掉 我们称不倒是有力量 我们建了强谍 不战而退兵 那称不上是鹰鹉 所以必须要打 当时靖国的中军的统帅 徐林顾 又是一个个性比较优柔寡断 比较远弱的人 他驾驭不了这个局面 人那里举气不定 那个先胡看 主帅既没有反对 也没有战成 所以他不顾军令 就带领他所带的那部分部队 渡了黄河 向正国方向挺进 这个事情就那大 其他的人就像徐林复 就是那个进军的统帅 就提建议 他说先胡怎么做 实际上偏师向前进的话 那么会有很大的威胁 他如果打败的话 你身为元帅是要负责任的 与其你一个人来负担责任的话 不如我们前军都固和 这样的话 即使战争遭遇不力的话 责任也是每个人平坦 你就不会是一个人来承担这个罪职了 所以在这种乱糟糟的情况下 靖国的军队就顾了黄河 请不吝点赞看